好,接下來我們先做的題目就是直接講那個H等於M、S、Delta、T 就是一些比熱、溫度、變化、熱量的關係 然後呢沒有扯到兩個東西互相混合 好,50公克吸收5卡上升10度同的比熱 剛才那個選項,剛才那個選項 那個豬選項 他比熱多少 這是比熱的定義嘛 我剛才已經用嘴巴唸過了 怎麼算我剛才已經用嘴巴唸過了 那這個比熱是多少咧 這個比熱是多少咧 停車戰界問 Eleven Seven Eleven 睡著了Eleven 站起來 發呆 來 面對我微笑 然後就跟我講 不知道 謝謝你 就直接帶H等於M、S、Delta、T、5卡 質量50 比熱S 然後溫度變化10度 算出來叫做0.01 就是剛剛的那個豬選項 然後你知道它應該是多少 OK 我剛才講過我們做一些直接帶的沒有什麼混合的 然後呢 100公克的水加熱 砰砰砰砰 2分鐘到6分鐘 供吸收多少卡 就是直接帶就好 就是直接帶就好了 就是直接帶就好了 H等於M、S、Delta、T 要了解 比熱是什麼意思 讓一公克的物質變化一度吸 所會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稱為它的比熱 OK 所以 這個多少 剛才是用表格給數字 現在是用圖形給數字 然後呢 200克的水 然後請問你 每分鐘 它給了你5分鐘 30度 0分鐘 20度 問你1分鐘會有多少 1分鐘會有多少 然後呢 一樣嘛 就是H等於M、S、Delta、T OK 來 可愛 大帥哥 23 23號大帥哥 你的答案 你跟我講 你也跟我講不會嗎 A 你說A 聽說 你的答案選了個叫做A 假設1分鐘S卡 H等於M、S、Delta、T 然後呢 題目上有個5分鐘的 這就是5X 質量是200比21 溫度變化30、20 30-20 30-20 李華老師的工作結束 劣勢劣完 後面叫做數學 不會算的不要找我 找小學老師跪就好 這小學就會算 所以答案叫400 OK 好 同理 同理 這就是 剛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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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形給數字 有表格給數字 那這個是純粹是文字敘述 文字敘述給數字 但是要改成 問末溫 就是Delta、T 需要的溫度 那但是公式是一樣的 還是H等於M、S、Delta、T 也是一樣的 只是你的位置數的位置不一樣而已 請問你這樣子的末溫應該是瓦椎 其實呢 看一看想一想 猜猜就知道有兩個答案是不可能的 看一看想一想 你要亂猜 你要亂猜也不能夠猜那兩個答案 你要亂猜也不能夠猜那兩個答案 有兩個答案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所以要亂猜 對就是你要 增加你猜對的機會 增加你猜對的機會 十二號 十二 十二誰 你選朱喔 人家要你猜A怎麼辦 我們講過的公式長得是一樣的 墨溫是T 墨溫會變高 因為吸熱墨溫會增加 所以高溫減低溫 H等於M、S、T 好啦 1分鐘500 600 6分鐘乘6 然後質量300比熱1 然後墨溫減初溫 高溫減低溫 T減15 然後後面就是數學 認真努力算 答案就是25 因為它吸了熱 溫度一定會上升 所以初溫15 墨溫絕對不會是9 絕對不會是10 所以你要亂猜也不可以猜A跟B 也要在C跟豬裡面猜一個 要在C跟豬裡面猜一個 所以就像他講過 有兩個是不可能的答案 你不要亂猜 看一看 這樣至少可以增加你猜對的機會 OK 可以變成50%的機會會猜對 所以 就是我們簡單 直接代 H等於M S Delta T 所做的一些計算的問題 OK